曾有印度网友质疑到,中国的历史明明只有3700年,为什么要自称是5000年文明? 不少国人认为,印度网友之所以会说这番话,纯粹是因为酸的,谁让他们自己和古印度文明没有直接联系呢? 但其实,认为中国历史文明只有3700年的,不单单是印度网友,大部分外国人都是这个认知。 从5000年到3700年,外国人冷不丁地就将中国的文明缩减了一大截,造成这种认知错误的原因是什么? 在面对这种误解时,中国人应该如何合情合理地维护我们的历史? 本期视频就来讲讲为什么中华文明的历史有5000年。 我们都知道,主宰世界话语权的是那些有钱有势的西方国家, 而传出中国历史仅有3700年消息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些西方国家。 他们之所以这么可以制造这种宣传意识,背后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西方世界在对待中国和自己的历史问题上玩双标套路。 资本主义兴起后,西方国家强势崛起并开始书写历史。 他们在探究自己历史时,往往不会大动干戈地搞考古, 而是凭借宗教口口相传的资料,以及神话故事和马史诗来追根溯源。 并且将一些神话传说编入自己的正史当中,还不断对外高呼,我们组上阔过。 他们在追寻自己的历史时,可以轻而易举地承认一些神话故事, 但在面对中国历史时,往往又摆出居高临下的姿态,称没有考古证明,光一个神话传说做不得数。 在一个西方国家掌握话语权的时代里,西方国家的态度往往就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态度。 所以,哪怕是身处亚洲发展不怎么样的印度,也选择了和西方国家穿上了一条裤子。 第二个原因就是西方见不得中国有,而他们没有。 如今西方国家比较在意和时常提到嘴上的,就是古希腊文明。 在很多西方国家看来,古希腊文明就是他们的发源地。 但其实古希腊文明几乎没有任何切实的史料记载, 且大部分故事都是靠传说和神话流传的。 更重要的是,这些传说和流传中的故事大部分都完美的可怕。 正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这些疑问的出现, 让不少人对古希腊文明有了一定的质疑。 但西方国家可不会管这些质疑, 在他们看来,如果古希腊文明是缺少时政的, 那中华文明也一定是缺少时政的。 因为近代以来的发展, 让这些西方国家根深蒂固地认为, 中国就是不如他们。 所以,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 西方国家对中华文明的考证带有一种天然的挑刺习惯。 而这第三个原因就是西方国家在面对中国文明时, 使用的判断标准过于严苛。 西方人堂而皇之地用神话传说当正史, 导致很多其他国家也挽起了上行下效的套路。 拿如今的印度来说, 现在的印度和当年的古印度文明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文明了, 可就因为土地相同, 所以他们一口咬定自己继承了古印度文明。 而在这一点上, 西方国家有批评的, 但大部分还是默许的。 可在研究中国历史时, 掌握世界话语权的西方国家, 定出的标准是, 一个文明如果真的存在, 那就需要通过文字、 城市和青铜器来确定。 而满足这三点的考古, 其实是非常难的, 我们有史记载, 且已经考古出土的文明, 只能证实到商朝时期。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的出现, 导致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文明史上存在一定的偏见, 所以才会坚持说, 中国文明只有3700年。 那我们口中的中华上下5000年, 究竟有没有历史依据呢? 其实, 中华文明史有5000年这个说法, 早在北宋时期就已经被人提起过了。 北宋时期, 李学家邵雍在《黄极经事书》中表示, 中华民族使用皇帝纪年已经有将近5000年了。 辛亥革命之后, 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 再次提起这件事, 并直接表示, 皇帝纪元4609年就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年。 同年, 孙中山还亲自前往皇帝灵祭拜, 并提出了中华开国5000年的说法。 此后, 中华上下5000年就成了中国人的共识。 这种追溯祖先, 寻根问祖的行为, 极大的激励了当时身处黑暗中的中国人, 并让他们拧成了一股绳。 不过, 这种观点并未持续太长时间, 就逐渐遭受到了外来攻击。 上世纪20年代开始, 西方所谓的历史专家开始进入中国, 并提出了所谓的中国文化系来说, 当时的民国即便推翻了封建腐朽的清朝, 也没能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老百姓的生活依旧昏暗, 所以很多人都在向往西方并认同西方的价值观, 导致中华上下5000年的观点受到了抨击。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 当时的中国史学界出现了古史变派, 以顾结纲为代表的史学家, 将之前的古文献以及史书都重新进行了梳理和分类。 最终得出的结论是, 古书记载的上古时期不一定真实。 在这些内外因素的影响下, 中国信奉的中华上下5000年的理论开始受到冲击, 熟悉历史的民众开始进入消极的怀疑古代历史的情绪当中。 但庆幸的是, 当时的史学家们只是不太认可上古传说的记载, 并不是彻底推翻了中华文化的传承。 所以他们抱着怀疑和求证的心, 决心通过实地考古来证实中华文明的起源。 而考古学家们的这一求证就整整求证了将近60年, 到了上世纪90年代, 国家正式开启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 开始追根溯源。 也就是在国家的支持, 以及考古学家孜孜不倦的努力下, 一些能证明中国文化起源的遗址逐渐出现了, 首先映入国人眼中的就是红山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 考古学家梁思勇和尹达两位先生, 将1919年在内蒙古发现的北方细石器文化和养勺文化进行结合, 并将其命名为红山文化。 但那个时候, 国内考古界对这块地方并没有太过重视, 因为不管是抗战时期的日本勘探, 还是民国时期的考古学家实地考察, 找到的也仅有几块破旧桃片。 但1971年5月, 转机出现了。 这一年, 辽宁省靠近红山的一个村子在植树挖坑的时候, 竟意外发现了一件大型的碧玉雕龙。 这件文物的发现, 让考古学界以及玉雕界十分震撼, 他们这才意识到, 这个地方很有可能存在中国玉雕文化的源头。 所以, 从这一年开始, 考古学家在红山文化遗址中不断考察, 接连发现了多批玉器, 更重要的是, 这些玉器上的图腾和古文献中的皇帝图腾一一对上了。 从史记、 白虎通义以及国语中可以知道, 皇帝时期最重要的五种图腾就是熊、龙、龟、云以及鸟。 而这些图腾在红山文化遗址的探索中, 全部都出现了。 在红山一带, 出土过熊掌的残体, 以及双熊头三孔玉器, 也出土过蛇形龙玉器, 这些出土的龙玉器放在一起, 还能组成一个系列。 除此之外, 神龟玉器、 勾云形玉器、 玉鸟等文物也不断出现。 当然, 红山文化出土的文物, 不单单和皇帝的相关记载相辅相成, 还意外地印证了一些女娲的传说。 我们都知道, 女娲在中华文化的故事当中, 是一个用五彩式补天, 用泥浆柳条造人的神。 但巧合的是, 在红山文化遗址当中, 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尊 和真人身高比例一样大的 泥塑女神像。 女神像整体的面容和华北人很像, 但眼睛却不是传统的黑色, 而是使用了碧绿的袁玉秋进行了替代。 另外, 通过对泥塑女神像断掉的上臂 进行考察发现, 泥塑上臂内部是有人鼓的。 种种巧合让人不免心生期待, 这尊石像是否就是仙民们 为了纪念女娲塑造的。 但可惜的是, 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 我们很难得到正确的答案。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因为这尊女神像的出现, 才让如今的中国人 见到了五千年前的祖先形象。 当然, 除了出土文物和中华文明历史相应证外, 在红山一带发现的遗迹, 也进一步表明了中华文明的发展。 在女神庙附近, 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小土山, 通过考古证实, 这座土山并不是自然形成的, 而是人力夯实的。 整个小土山用土量估计在 十万立方米以上, 且内外直径分别是 六十米到一百米, 是真正耗费人力物力修建的。 由考古学家提出, 想要完成这个工程, 可不是一个部落或者一个士族 能够做到的这个土山表明, 在五千年前, 东北华北一带就已经形成了比较大的文明。 而这些出现在人士的玉器、 女神像、 小土山等文明符号, 最终通过鉴定得知, 他们来自距今五千五百多年前。 这也就意味着, 这个发现直接将中华文明的历史 往前推了一千多年。 而在红山遗址出现之后, 世界都震惊了, 更是有人说, 这就是东方文明的新属光。 如今, 红山文化遗址就静静地出立在那里, 像是人展示着中华文化的无穷魅力。 需要注意的是, 新中国成立后, 证明中华文明历史的文化遗址, 可不单单只有北方的红山文化, 还有南方的梁祖文化。 红山文化分布在辽宁内蒙古一带的辽河流域, 而两种文化则分布在南方的乾塘江以及太湖流域。 和所有文明的发祥地一样, 这些文化的出现都是依靠河流而生的。 不过, 和红山文化相比, 两种文化在被发现的时间和方式上是有些不同的。 红山文化第一次被发现的时候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 同时也因为多年来仅仅是发现了几块破桃片, 所以一直没有被看中。 而两种文化则有所不同, 因为它是在1936年被人为勘测发现的, 而发现它的人名叫施新庚。 施新庚是浙江渔航县两主真人, 从小就是个文化人, 中学毕业之后就进入了意图班, 一边学习绘图、国画、西洋画, 一边工作赚钱。 1929年, 杭州举办了一场西湖展览会, 施新庚就在老师的推荐下, 到会场当了一名临时的讲解员, 也正是这次博览会, 让施新更对文物考古有了兴趣。 后来,施新更辗转到了西湖博物馆工作, 并参与了古当遗址的考古工作。 而在这里出土的文物, 让施新更意识到自己的老家或许也存在一个古遗址。 掌握这些情况后, 施新更立刻就上报了博物馆领导, 并在获得支持的情况下, 和同事和天行一起返回家乡梁主镇进行了田野考古发掘。 三次的考古发掘, 让施新更意急和天行意识到, 梁主镇有一个远古文化依存。 但可惜的是, 当他们准备继续发掘的时候, 卢沟桥事变爆发, 中国陷入战火纷争当中, 考古事业也被迫中断。 但施新更还是在战火纷飞中保存住了自己的考古结果, 并在馆长和同事的帮助下, 撰写出一本五万多字的梁主。 1938年秋天, 在多方的努力下, 梁主一书刊发问世, 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关注, 梁主文化也终于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可无奈的是, 由于战火波及, 国内的考古工作全部被暂停, 梁主文化恍如昙花一现。 新中国成立后, 梁主文化的发掘才出现了重大突破, 并很快在中华文明中获得了一席之地。 经过多年的考古开发, 在梁主, 平遥一带已经发现了大小文化遗址135处, 它们组合在一起, 构成了一个分布密集, 类型多, 规格高的梁主遗址, 成为探究中华文明起源的又一处圣地。 之所以会给予梁主文化如此高的评价, 是因为梁主文化之德。 和红山文化类似, 梁主文化也发掘出了大量的玉器, 有代表军权的, 有代表神权的, 还有象征财富的。 这些玉器的出现, 让世人意识到, 哪怕是距离5000年前的文化里, 也已经出现了军队这样的特殊国家机关。 这也从另一个方向证明了, 中华文明真的不止5000年。 另外, 梁主玉器的发现, 导致世界上许多博物馆都开始重新鉴定自己馆藏中的玉器年代。 因为梁主玉器的发现, 将人类的玉器时代朝前推了2000多年。 另外, 在梁主遗址中, 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距今4700年到5200年的丝卷。 那些被考古发掘的丝织品, 基本都是残片, 却有着先角后织的先进工艺, 成为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丝织品。 由考古学家曾明确表示, 梁主丝织品的出土, 进一步确定了长三角作为丝绸起源位置的地位。 当然, 除了文物古董外, 梁主文化遗址还挖掘出了先民们日常生活的证据。 通过挖掘三角形石梨以及V字形破土器等实质农具后, 考古学家发现, 五六千年前的先民们已经掌握了梨耕农业, 在生产资料上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而高水平的农耕文明也催生了梁主文化中的玉器雕刻、 防制等手工业。 而这一点, 在梁主文化遗址中出土的文物就能发现。 另外, 除了先民的日常生活外, 在梁主遗址, 考古学家还发现了特殊的墓葬体系。 通过对墓葬陪葬品以及灵墓规模的分类, 可以很明显地发现, 当时的梁主人已经分出了阶级。 有钱的贵族墓士大, 陪葬品繁多且金贵, 而普通的老百姓墓地选址较为拥挤, 且墓士狭小, 陪葬品也比较简陋。 当然, 比起社会阶级更加重要的, 是当时先民们的社会组成。 通过对贵族墓学的考察后得知, 当时的人们如果想要修建这样一个墓台, 是需要庞大的劳动力的。 而建成后的墓学标志着, 当时的先民们已经出现了领袖, 且领袖掌握了极高的社会公权力, 从而能够集中力量修建墓学。 这种社会公权力的出现, 以及社会阶级社会制度的出现, 都在表明两主文化已经踏入了文明时期。 可以说, 不管是红杉文化还是两主文化, 双方都用自己沉甸甸的历史, 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 更证明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说法。 当年, 孙中山提出中华上下五千年说法的时候, 并没有进行切实的考证, 只是想用历史文化的传承, 激励着那一代浑浑噩噩的中国人, 希望他们自强自立。 后来, 中国人在发展中逐步成长, 也逐步证实了自己说出的话, 不是假的。 越来越多文化遗址的出现, 都在静静地述说着中国人的历史, 并不断地告诉国人, 你们可以为自己的文明而骄傲, 因为你们一直在传承。 值得一提的是, 证明中华文化起源的, 除了这些文物遗址, 还有中国的神话故事。 中国神话和西方信仰的神话不相同的是, 西方是创造神, 而中国是将有成就的人塑造成神。 不管是西方神话还是中国神话, 在提到人类时都会有一个共同的记录, 那就是大洪水时代。 在西方人的神话中, 大洪水时代保住人类性命的不是人类自己, 而是神。 神给了人类一支诺亚方舟, 才保存了人类的活种。 可以说, 西方的神话缥缈没有实证, 但中国神话却不一样。 在中国神话中, 克服洪水的不是神, 而是数万个以大雨为代表的人。 这些人不断奔走在洪水周边, 想尽各种办法, 才阻止了洪水的蔓延, 并挽救了人类。 之所以会说这个神话有可信度, 是因为考古学家在挖掘洪山文化遗址的时候, 发现当时的先民已经掌握了水利技术。 在这样的基础上, 我们有理由相信, 大雨治水是真的。 除了大雨治水这个故事外, 神农长百草也是有事实依据的。 在我们的印象中, 神农本是三皇之一, 因为一只鸟送来的种子, 让它成为了挽救无数人性命的神。 此后, 被尊为神农士的它, 开始更加尽心尽力地为老百姓谋求好生活。 为了让民众拥有抵抗疾病的能力, 神农不顾自己的身体安危, 尝尽百种草药, 才让中药现身人士。 后世为了纪念神农的功绩, 在汉代时出版了《神农本草经》一书, 总结了中药治病救人的经验, 并以神农的名义撰写, 就是为了纪念它。 如今, 我们无法证明历史上真的有神农士出现, 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 确实有人曾不顾自己的安危, 用品尝找到了治病救人的草药。 后来, 复旦大学的专家也研究人体基因的时候, 意外发现, 中国人的体内有一种独特的苦味基因, 就是它让仙民们知道, 那些植物有毒, 那些植物没毒。 或许有人会说, 同样都是神话, 凭什么中国的神话就可以被看作历史, 而西方的不可以。 但仔细了解双方神话故事就会发现, 中国的神话内涵, 其实就是中国的历史。 不管是大禹还是神农士, 它们都是一个个中国鲜民的化身, 它们存在的意义, 也早已不是神话传说几个字可以敷衍过去的。 这些被神话里的人物, 其实就是古代中国文明初见时的鲜民形象。 这些故事看似虚幻, 但实际上并没有脱离古代中国的实际生活。 可以说, 这些神话故事是在向世人证明中华文明的起源, 不过可惜的是, 它们永远无法证明自己存在的年限。